勤勤恳恳养活了一大家子 结果被一家人扫地出门 原来是利用了他国营食堂大厨的身份 好让自家人吃喝不愁 想到这一辈子的苦 英雄承受不住打击直接晕了过去 这是没想到我竟然重生了 重生到了1981年的这个夏天 我记得前世的这个时候 我被白眼狼小姨子给诬陷成了流氓 不行我得赶紧走 然而 他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 还不等他转身 一个箩筐就套在了他的头上 抓流氓啊 打死这个臭流氓 给我狠狠地打 紧接着 一群人就从左右两侧一涌而出 冲上前去一根根木棒扫把落在英雄的身上 让他疼得直叫他 别打了 都住手 我不是流氓 邻居们都请手 我是英雄啊 听到送英雄的呼喊声 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这才制止了众人的行为 刚才那声音我怎么听着像英雄啊 你们听到了吗 好像是吧 我没听打清楚 这时英雄直接把头上的箩筐狠狠甩在地上 然后气呼呼地对众人说道 什么好像啊 我就是 然后他便怒气冲冲地回了自己屋子 看着送英雄离开的身影 众人不由傻了眼 其中一个老汉看向中年妇女 我说二亲妈 咱们不是抓流氓吗 怎么把人家英雄给打了一顿 那中年妇女二亲妈则是一脸无辜 王哥 这可不是我瞎胡说 而是刚才灵狱突然找上门 跟我说咱们院里有个流氓在偷看他姐姐洗澡 我一听这话还了得 立马就张握起大家来了 一旁的另一个中年妇女不禁对二亲妈道 二亲妈啊 我看你这是被灵狱给利用了 那丫头向来瞧不起他姐夫 听到这话 二亲妈立马气道 这小丫头骗子 明天我可得好好说说他 另一边 送英雄回到自己房间 开始思考起今后的发展来 首先我必须要离婚 这一家子白眼狼不值得我的付出 回想起前世的一切 他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傻 作为国营食堂的大厨 别看他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块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已经算是高薪人士了 最关键的是这个时期物资还比较匮乏 但他却能隔三差五地弄到肉吃 按道理来说 宋英雄应该天天吃香地喝辣的 生活过得很滋润 但由于找了一家吸血鬼 生活反而变得非常的悲催 他的老婆叫做郭玲玲 不但人长得如花似玉 更是整个宁州县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正是如此 郭玲玲觉得自己是考上大学的天之娇女 高傲的内心从一开始就看不起英雄这个厨子 两人结婚到现在都一年多的时间了 但是别说入洞房 就是连碰一下手都不让碰 事实上 郭玲玲之所以愿意嫁给英雄 就是看中了送英雄的国营食堂厨师的身份 她需要英雄搞来大量的肉食 为自己家人们补身子 也需要英雄这个憨厚的老实人来 全心全意地为她抚养全家人 可这一家子当中 除了瞎眼的母亲还算是个好人以外 其他人全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老二郭玲玉从她开始追求郭玲玲的时候 就一直从中捣乱 在她成婚当天 就把她刚买的新床单给偷走 让二亲妈给做了一身衣服 后来又将她刚买的皮鞋卖掉换钱 还偷走她借来的两百多块钱去买乐器 那可是八十年代早期的两百多块 足够一家人至少半年多地开销了 老三郭志华更是个头脑简单的人 被别人一挑拨就仇恨上了英雄 在英雄和郭玲玲定亲的当天 将炉盖放在火上烧的通火 然后故意放到凳子上 直接烫得英雄的肉都熟了 在床上趴了几个月才能下床 英雄养活了这一大家人 但最后他们却是将她无情抛弃 这样的一家人 英雄自然不愿意再去养活 哪怕她现在是有着先知先觉的重生者 能够成为万元户 乃至是百万元户 也依旧不愿意再去养育这白眼狼的一家人 就在英雄沉思之际 郭玲玲怒气冲冲地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英雄 你这是要闹哪样啊 你看你这是整的 我洗个头有什么好看的 你还非得偷看 弄得咱们在邻居之间多丢人啊 偷看 一听这话 英雄一下子绷不住了怒指着郭玲玲说 你特么给我把那偷字给我去了 我告诉你郭玲玲 咱们可是领过证的合法夫妻 别说是看你洗头 我就是看你洗澡那也应该 没人能说我什么 英雄 你怎么这样呀 再怎么你也不能看我洗头啊 你就是个流氓 郭玲玲正正地看着眼前的宋英雄 感觉对方像是换了个人 之前的宋英雄 对自己那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叫他往东就不敢往西 叫他打狗就绝不敢碾击 看自己老不洗头就是流氓 这可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郭玲玲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 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你说你害怕 我心疼你 咱俩从结婚到现在都一年多了 我有碰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但是你前男友 他凭什么 他没跟你结婚 凭什么能搂你 抱你 亲你 郭玲玲瞪大了眼睛反驳起来 英雄 你胡说什么呢你 郭玲玲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难道你以为自己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吗 宋英雄深吸了口气 我知道你觉得自己是个准大学生 一向看不起我这臭厨子 既然你觉得我配不上你 那我还就不配了 说到这里 他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 郭玲玲 咱俩没以后了 老子要跟你离婚 说罢他就要摔门而去 因为看老婆洗头 被当成流氓打了一顿 重生后的英雄二话不说 就要和白眼狼妻子离婚 郭玲玲 咱俩没以后了 老子要跟你离婚 说完他就要摔门而去 但刚走到一半 他就想起这个小房子 可是他自己花钱盖的 该走的是对方凭什么自己走 接着宋英雄便走了回来 冷冷地对郭玲玲说 请你立刻离开我的房子 我要睡觉了 见对方这是要来真的 郭玲玲赶忙服软道 英雄 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不好 宋英雄也不客气 直接就把对方推出了门 然后从里面反锁 接着他便回到床上开始睡觉 次日清晨他早早地出门 还不忘锁好房门 他来到了大街上 发现街上都没有几个人 看着四周低矮的建筑 狭窄的胡同与破烂的道路 宋英雄的内心 却是极为地火热与激动 这可是八十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年头 是最能创造奇迹的年代 没走多远 宋英雄就在一个早点铺子停了下来 另一边郭玲玲也起了床 来到了宋英雄这边看了看 发现房门早已上锁 而那辆自行车也早已消失不见 郭玲玲叹息一声 她知道宋英雄这是真的生她的气了 只能先去烧饭 妈 玲玉 这话吃饭了 郭母杨翠花在郭玲玉的搀扶下 在餐桌前坐下 玲玲 英雄呢 她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你怎么不叫她一起来啊 妈你管她干嘛 我看这大老宋肯定又去二十堂吃好吃的去了 玲玉 不准这么说你姐夫 自从你姐夫来了咱家以后 什么活不是人家干的 隔三差五的还让咱们吃肉 这生活你们以前敢想吗 郭玲玉翻了个白眼 且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姐当初要是去上大学 那生活才会好呢 行了 既然你们姐夫不在 那咱们就开饭吧 另一边 吃过早餐的宋英雄来到了国营第二食堂 她朝着主任办公室走去 是英雄啊 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师哥我有事找你 你该不会又想请假吧 你这家伙天天请假 我可不争给你 宋英雄赶忙陪笑道 师哥 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这次是真有事 魏红旗翻了个白眼 你能有什么事 不就是照顾那一大家子吗 师哥 这次你可就猜错了 宋英雄凑到跟前 我打算离婚 师哥你给我开个介绍信呗 卧槽 你说你要离婚 她瞪大眼睛看向宋英雄 要知道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谁要是离婚 几乎都会闹得 满城风雨身败名裂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人们是万万不会选择离婚的 英雄啊 这离婚可不是件小事啊 你不是结了婚挺幸福的吗 怎么突然就要离婚了 幸福 宋英雄苦笑一声 实话跟你说吧师哥 我跟郭玲玲结婚都一年多了 我们两个人别说圆房了 她就是连碰一下都不让碰 你说这种媳妇我还能要吗 一听这话 魏红旗顿时便气愤起来 什么 结婚一年都不让你碰 她一拍桌子 她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这婚应该离 也必须得离 我支持你 说着她便写起介绍信来 写好介绍信后 魏红旗目光直视宋英雄 又特意问了一句 英雄啊 你说的可都是事实 宋英雄赶忙拍胸脯保证道 师哥 这种事情我能骗你吗 说完她又挠了挠头 对了师哥 这件事情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听到宋英雄的话 魏红旗这才将介绍信交给对方 放心 你还不了解我吗 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乱说的 这时郭玲玲也准备出门上班 妈 我去上班了 去吧 路上小心 她刚走出胡同口 就看到了迎面而来的宋英雄 难道英雄她回心转意了 这样想着 郭玲玲便赢了上去 宋英雄冷冷地对郭玲玲说道 上车吧 郭玲玲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笑容 我带你去开离婚介绍信 她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宋英雄 她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这次竟然真的要跟她离婚 郭玲玲抓住宋英雄的胳膊哀求道 英雄 之前都是我不好 咱们不闹了好不好 宋英雄一把甩开对方的手 谁跟你闹了 我这是认真的 说着她拍了拍自行车后座 赶紧的 咱俩离了婚 我还要去干其他事情呢 英雄 我都主动道歉了 你为什么就不肯原谅我一次呢 郭玲玲一脸无辜地望着宋英雄 不由得两行泪落下 若是搁在过去 看到郭玲玲这么哭泣 宋英雄肯定就心软了 但现在已经重生的她 却是绝对不愿意再踏入那个泥潭之中了 郭玲玲 收起你的眼泪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你到底去不去离婚 郭玲玲没有丝毫犹豫 摇头说道 不离 我不要离婚 你以为你不同意 这婚就离不了了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把离婚介绍信拿来 那我就去法院上座 说完她回到自己屋里将房门反锁 然后走向床头打开了上着锁的床头柜 接着一顿翻找取出了里面的一个信封 这信封里装着的就是她现在全部的积蓄 送英雄将所有的钱拿出来 然后数了数 没想到两千多块 仅仅一年多就花的只剩下了二百八十块 要知道 这可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两千块钱啊 若是换到别的家庭里 这笔钱已经足够六口人四年的生活费了 有一次 郭玲玲直接拿了三百块钱 带着弟弟妹妹们去买东西 他们给全家人都买了衣服 还买了一大堆的小吃零食 却唯独忘记了她 花着她的钱 连一分钱都不舍得给她买 也就是前世的她脑袋被驴踢了 竟然为这样的家庭付出了一辈子 我上辈子已经见识过你们的冷酷无情了 这辈子我可不会再犯错误了 这样想着 宋英雄便将这些钱全部都揣在了身上 接着她便锁上房门 骑着自行车朝城外而去 因为看老婆洗头被当成流氓打了一顿 重生后的英雄二话不说就要和白眼狼妻子离婚 宋英雄将这些钱全部都揣在了身上 接着她便锁上房门 骑着自行车朝城外而去 途中经过百货商店的时候 宋英雄将自行车停了下来 她这次需要舅舅的帮助 所以要带些礼物过去 同志 来两条大前门 再来两个带鱼罐头 售货员计算了一下 总共是八块六毛钱 外加二十包烟票和两张副食品成品票 宋英雄掏出一张十块 又取出两张副食品票和四张烟票递给了售货员 然后再两位售货员的再三却扔下 这才从货架上取下 同志 你的东西 谢谢了 骑行了将近一个小时 宋英雄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桃园公社 这次来桃园公社是来找二舅王满仓的 王满仓是桃园公社的主任 这位小同志 你这是 大爷 我来找我二舅王满仓 一听这话老头立刻便笑着说 原来是王主任的外甥啊 进去吧 宋英雄进去后 便提着礼物直奔主任办公室而去 进了 当他看到是宋英雄后 不由笑着站起身来 是英雄啊 你怎么来了 二舅 宋英雄将礼物放到办公桌上 好长时间没来看你了 给你带点礼物 英雄啊 你看我又该说你了 来就来了 还带什么礼物 竟是乱花钱 说着他便瞥了眼桌上的礼物 要知道 在眼下这个年代 一般人能买到的最好的烟 也就是大前门了 而罐头在当时也属于是奢侈品 当然了 真正让王满仓开心的是那两条前门烟 别看王满仓是公社的主任 但他平时也很少会抽这么好的烟 王满仓收回目光 有些矜持到 英雄啊 这些东西你回去的时候拿回去吧 现在二舅过得很好 宋英雄赶忙摇头 二舅 这也没多少东西 你就收下吧 而且我也有点事需要你帮忙 你这也太见外了 找二舅帮忙还买啥礼物 你现在结了婚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以后就别买了 英雄啊 不知道你有啥需要二舅帮忙的 是这样的 我想购买一批面和猪肉 不知道桃园公社下边哪个大队能提供 听到宋英雄的话 王满仓就知道自己外甥这是没有足够的票 所以才来找自己 王满仓想了想 红星大队是桃园公社最早开始的 现在又开始搞起养殖 他们肯定能给你提供 红星大队 宋英雄突然有种熟悉感 随后宋英雄和王满仓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 骑行了一阵就骑到了一条小路 英雄 前面就是红星大队了 接着两人便骑到了红星农村生产大队 你们大队之书呢 哎呀 是王主任啊 您快请坐 看到来人后那中年胖子赶忙起身迎接 我们之书在村后的砖窑那里 我们大队最近开始烧砖卖呢 不错呀 你们大队自从刘向东当了之书后 就越来越好了 这也多亏了王主任您的帮助 王主任不知道您这次来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 我这次来倒不是为了公务 而是有点私事想找你们之书 胖子点了点头 您先坐着 喝点茶水 我这就给您叫我们之书去 不一会他跟随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王主任 欢迎来我们红星大队 说话间他就将王满仓和宋英雄迎到了礼物棺上房门 王主任 听说你找我有事 刘志书 这是我的外甥宋英雄 他是国营二十堂的大师傅 这次来是想从你们大队买点东西 刘向东目光看向宋英雄 宋师傅 不知道你想买些什么 我需要三个月内你们大队每天给我送200斤面和100斤猪肉 以及50斤黄瓜 不知道红星大队能否提供 刘向东笑着点头 当然可以 自从七八年粮食政策有了新的规定 投机倒把就不再属于违法行为了 不知道这些东西不给票的话价格是多少 不给票 刘向东思索了一下 白面一斤三毛钱 猪肉九毛 黄瓜八分钱 没问题 成交 现在市场上物价毕竟高还不说 还需要各种肉票和菜票 就算去黑市上买 价格也是相当高的 这样算下来对方的价格同样不算贵 随后送英雄数出十张大团结递给刘向东 刘叔姐 这是100块钱的定金 东西你们明天上午给我送到二十堂就行 到时候我会给你们结清尾款 有他二舅这个公社主任在 他也不怕对方敢吞了他的钱 好 明天我会让人把东西送到二十堂的 刘向东点了点头 然后从宋英雄手里将100块钱结果 他之所以会给宋英雄一个优惠的价格 自然是看中了对方所说的三个月的买卖 如果这单谈成 那可是能够给他们大队带来一万多块钱的收入呢 就算对方是在忽悠他 他们大队也只是少赚一点并不会亏本 因为看老婆洗头被当成流氓打了一顿 重生后的英雄二话不说就要和白眼狼妻子离婚 就在送英雄回去的时候 郭玲玲却并未去上班 如今他们郭家已经离不开送英雄 他自然不愿意就这么离婚 他还想争取一下 就这样郭玲玲来到了一座老旧的桶子楼 玲玲你怎么来了 郭玲玲赶忙转过身来 宁姐 我今天来时有些事情需要你帮忙 走 咱们上楼去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不过他刚进门 就发现床上竟然坐着一个体型略胖的憨厚大汉 姐夫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大汉叫王清松 是高宁的老公 在宁州的一个矿上干活 说起来对方还帮助过他家 当初他的母亲为了让他上大学 就把老三卖给了矿上的主任 但郭玲玲却是不愿意 他宁愿不上大学 也不想自己的弟弟给别人当儿子 郭玲玲最开始找的是他的准男友王光普 由于他已经放弃了上大学 所以王光普并未选择帮助他 无奈之下 他只得寻求正在追他的宋英雄的帮助 就这样在宋英雄和王清松的帮助下 才让他把三弟给带了回去 但是矿上的主任却带着一帮矿工找到了二十堂 更是用雷管威胁宋英雄将老三交出来 就是从那次开始 郭玲玲才意识到宋英雄对他家庭的重要性 昨天刚回来 玲玲你吃饭了没 我吃过了 清松你先吃饭 我跟玲玲说会话 高宁拉着郭玲玲在凳子上坐下 玲玲 刚才你说找我有事 不知道是什么事啊 高宁姐 你能帮我劝劝英雄吗 我不想让他跟我离婚 离婚 听这话 高宁和王清松顿时便愣住了 在当时离婚的影响那可是相当的恶劣 所以离婚的人并不是很多 英雄不是挺爱你的吗 天天什么活都不用你干 你们两个怎么就闹到这种地步了 跟姐说说 郭玲玲将昨晚的事情讲了出来 昨天晚上我打算洗个头 然后英雄非得帮我洗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没让他洗 然后他就趴在窗户上偷看 当时外面乌漆麻黑的 邻居还以为院子里来了流氓 就把他给暴打了一顿 结果英雄一气之下就要跟我离婚 就因为这个 他就要跟你离婚 见郭玲玲支支吾吾 高宁就知道肯定另有隐情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 你一定要跟姐说 要不然姐也没法从中调和 郭玲玲咬了咬牙 其实昨晚的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索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和英雄还没有同房 说完他又专门解释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这种事情非常的害怕 不是 你和英雄结婚都一年多了 竟然没有同房 郭玲玲心虚地点了点头 玲玲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看看外边 哪有夫妻结婚一年多都没有同房的 这种事情是个男人就受不了 郭玲玲面色焦急地恳求道 高宁姐 我知道错了 你就帮我劝劝英雄吧 行吧 高宁当即便站起身来 打算跟着郭玲玲离开 就在此刻王清松却开口 不准去 高宁停下对王清松说 清松 你先在家里吃早餐 我去去就回来了 我的裤子破了 待会还得出门 你给我补裤子去 清松 我 不等高宁把话说完 王清松便直接呵斥 我说话你没听见 现在就给我补裤子去 高宁哪还不知道 这是自己老公对郭玲玲不满了 他给郭玲玲使了个眼色 让对方先回去 他打算劝一劝王清松 然后再追过去 郭玲玲见状一脸尴尬 君 姐夫 我先回去了啊 说完他便直接走了出去 高宁轻叹一声 清松 你说说你这是干嘛呀 干嘛 我就想问问 他的头是金字做的吗 听什么就不能洗 高宁赶忙关上房门道 你说话小点声 王清松却是专门冲着门外喊道 他以为自己考上大学就了不起了 觉得嫁给人家英雄就委屈了 他也不想想 要是没有英雄天天养着 就凭他难不到二十块钱的工资 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吗 就这他们一家人都不知道感恩 还天天骑在人家头上拉屎撒尿 也就是人家英雄宠的他 换个人你看看 有谁能结婚一年不碰他的 说实话 这种女人就是 休他一百回都不过分 高宁推了一下王清松 你这干嘛呢 能不能少说几句 让人听到了多尴尬 听见又怎么了 他能那样子 还不让人说啊 屋外走廊里 听到王清松话语的 郭玲玲此刻只觉得羞愧难当 他也没有继续等高宁出来 就直接离开了 从桶子楼出来 郭玲玲便直奔纺织场而去 他毕竟只是个临时工 要是迟到的话 可能就会被开除 上午时分 宋英雄骑着自行车赶了回来 他的车后座还放着几斤肉 这都是他从红星大队买来的 打算今天回家坐着吃 之前在郭家的时候 为了让郭家人多吃点肉 他平常都不舍得家肉吃 宋英雄也并未回那个大杂院 而是直奔自己家而去 那个时候 他的家庭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只可惜之前 宋英雄一心为了爱情 哪怕不惜跟家里闹翻 也非要娶郭玲玲 他娶了郭玲玲也就算了 还跑人家院里盖了个屋子 天天伺候那一大家子 但是人家一家子 却是压根看不起他 除了瞎眼老娘外 其他人对他压根 没有一点的尊重 简直跟个上门女婿一样 没什么家庭地位 来到家门口 宋英雄一时间 竟是有些不敢进家门 前世他把母亲气得不轻 等到母亲卧病在床的时候 他竟然拿不出一分钱 买营养品 更拿不出钱来给母亲看病 母亲 这一世我一定会赚很多的钱 为您尽孝 为您看病 这样想着宋英雄 提着猪肉进了家门 进了门 他就看到自己的母亲 正在墙根下坐着休鞋底 看着母亲的身影 宋英雄眼眶通红 有点想哭 算上前世 他已经有几十年 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见面了 宋英雄深吸了口气 朝着前面喊道 妈妈 我回来了 听到宋英雄的声音 他猛地抬起头来 发现自己一直牵挂的儿子 竟然出现在了眼前 刚开始他还有些开心 但很快当他想起之前的事情后 你不在郭家待着 回来这做什么 妈妈 儿子以后就不回郭家了 儿子打算回家住 给您老见一辈子的笑 你不在郭家待着 回来这做什么 妈妈 儿子以后就不回郭家了 儿子打算回家住 给您老见一辈子的笑 回来住 王采勤撇了宋英雄一眼 你在郭家该不会受什么委屈了吧 我打算离婚 什么 你要离婚 一听这话王采勤愣在了原地 英雄啊 这离婚可不是件小事啊 你可不能太冲动了 再说了夫妻间吵架也是正常事 以前你爸还在的时候 我和他那可是没少吵架 他们郭家那就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 不管我怎么掏心窝地对待他们 他们都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 所以这婚我说什么都必须要理 不离你儿子以后才会凄惨一辈子 前世的时候他也是因为这次生气的不行 然后就从郭家跑了出来 就靠在家门口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他母亲一开门 他就倒在了地上 为此他的母亲还跑去郭家大吵大闹了一番 这才使得郭玲玲不得不与他同了房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儿子一直很有主意 所以也就不再继续劝说 行吧既然你有自己的主意 那就按你的来吧 妈您继续坐着吧 我去给您做饭去 可王彩琴看到了儿子手上提着的一大块肉 儿子你咋买这么多的肉 这多浪费啊 这一块肉比我们一个月吃的肉都多了 都说以后要好好孝敬您了 那还能像以前一样天天让您吃素啊 你有这份孝心就行了 这钱啊还是省着点花吧 看看以后能不能再找个媳妇儿 把钱留起来以后花钱的地方可多着呢 这又没有多少钱 再说了这钱没了还能赚 以后您儿子还要给你挣个万元户回来 王彩琴摇摇头 还万元户 你再干二十年都不一定能赚来 毕竟人们的工资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块钱 想要靠死工资成为万元户 实在是太难了 只是他根本就想不到 宋英雄并不是打算靠死工资成为万元户 而是要做小买卖 吃过午饭 宋英雄骑着车子直奔宁州机床厂而去 他的大哥就在那里上班 他一路来到机床厂的维修车间里 找到了自己的大哥 老二 你怎么来了 哥 我是有点事需要你帮忙 什么事啊 你该不会是想借钱吧 不是 我是想让你帮我做几个铁架和炉子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几张纸地给大哥 这是我画的草图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宋大雄接过草图一看 这个简单 明天就能给你弄好 说完宋大雄很快便回过神来 他看了看四周然后偷偷问道 老二 你这该不会是想去做小买卖吧 是的 一听这话宋大雄就急了 他直接拽着宋英雄离开车间 你不想要铁饭碗了 知不知道这被抓住是会丢掉饭碗的 放心吧 哥 这可不是我私自去干 而是二十堂集体去干 我们集体的还怕什么 反正要不了几年 他们二十堂就会集体下岗 对于铁饭碗我还真的不在乎 听宋英雄这么一说 宋大雄顿时便松了口气 集体干那感情好 因为私自干被抓到那是严重犯错 但集体干那就不用怕了 急着赶快给我做好 晚上给你做大餐吃 宋大雄咽了口唾沫 那我今天可就有口福了 说完宋英雄就离开了 从机床敞出来 他又骑着自行车去了二十堂 想要通过二十堂来赚钱 他必须要拉拢到他的师哥 英雄离完婚了 还没呢 人家不想离 不想离也正常 像你这样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可不好找啊 宋英雄一脸无奈 是啊 暂时先看看情况 实在不行只能上法院了 这件事情一旦通过法院解决的话 那么必然会浪费他很多的时间 而且他和郭玲玲的大明 也会被整个宁州的人所知晓 对了 师哥 咱师兄弟也好久没有一起喝酒了 晚上去我家吃个饭吧 行 我晚上会去的 那师哥你忙着 我先回家准备准备 是我妈那里啊 可不是郭家的院子 另一边 一下班郭玲玲就匆匆回到了家里 由于宋英雄不在 所以需要他给全家人做饭 毕竟他的母亲眼睛有问题 弟弟妹妹们都娇生惯养的没有做过 他要是不做饭根本没人做 做好之后郭玲玲就开始张罗家人吃饭 杨翠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玲玲 怎么又是你做饭 英雄呢 妈 她今天真的有事 好了赶快吃饭吧 吃完饭你们还要去上学呢 听到她的话 所有人迟迟没有冻筷子 你们怎么不吃 看着桌子上黑乎乎的炒茄子 郭玲玲顿时一脸嫌弃 姐 中午就吃这个 郭玲 姐不太会做饭 今天中午就这样将就着吃吧 这时肚子实在饿得不行的老三 拿起筷子加了一些菜吃了起来 可他刚刚把菜吃进嘴里 又立马就吐了出来 接着他直接一拍桌子 大姐 你这菜又咸又酸 是人吃的吗 有那么难吃吗 郭玲玲加了一筷子 同样也吐了出来 真是太抱歉了 姐姐只能做出这样的饭 姐 我不怪你 都是大老宋今天中午不给送饭 就是 要不是大老宋不给我们送饭 大姐也不用做饭了 都怪他 吃你们的吧 吃了全部上学去 玲玲去把暖壶拿来 往里边倒些开水 中午就这么凑合着涮涮吃吧 吃过午饭后 姐弟便去了学校 玲玲 你过来一下 妈 怎么了 玲玲啊 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跟英雄闹矛盾了 为了不让对方担心 她还是立刻否认 没有妈 没有的话那怎么英雄 一连两顿饭都没有过来 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妈 英雄踏实真的有事 杨翠花猛地一拍床 你真是让妈失望 你给我说说到底怎么了 见此情形 郭玲玲只好说了实话 听了郭玲玲的话 杨翠花面色开始变得难看起来 便直接给了自己一耳光 妈 女儿知道错了 你要打打我吧 别打你自己啊 杨翠花一把将郭玲玲推开 俗话说 养不教父之过 你们父亲去世的嫂 都是我在教育你们 可我却没能把你们教育成人啊 杨翠花又是给了自己一耳光 郭玲玲立刻抱住杨翠花的手 妈 你别打了 玲玲啊 英雄她说得很对 你心里就看不起她 没有把她当作真正的丈夫看待 自从英雄跟你结婚以后 不但把每个月的工资都拿了出来 平常洗衣做饭什么都不用咱们管 这每天多辛苦啊 可是你呢 根本就没有履行过妻子的义务 别说是洗脚和伺候她 就是结婚一年了房都没有缘 妈 我知道错了 郭玲玲尽管这样说 但她却依旧觉得委屈 在她看来自己不但美貌动人 而且还是整个宁州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周边的人知道自己嫁给宋英雄后 一个个都替自己感到惋惜 为自己感到不值 反观宋英雄身边的人 却是一个个都羡慕得很 羡慕她能娶这么一个好媳妇 能够娶到自己这样的天之娇女 对方迁就自己难道不应该吗 似乎是知道自己女儿比较骄傲 杨翠花拍了拍郭玲玲的手 玲玲啊 这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 你好好写一封道歉的信 态度诚恳一些 让玲玉买两张电影票 英雄那么喜欢你 到时候你们一起看的电影也就和好了 不过啊 和好之后 你也必须要跟英雄圆房 这样一来他才会安安心心地留在这里 帮助咱们把你弟弟妹妹们抚养成人 傍晚时分 魏红旗带着老婆来到了宋家 还拎了一瓶酒和一瓶罐头 进了屋子魏红旗看到王彩晴后 赶忙走上前去 婶儿 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硬朗着呢 红旗啊 进屋里坐 师哥你先进屋里坐着 等我做最后两道菜 咱们就开吃啊 辛苦师弟了 酒过三巡 另外三人吃好就离开了餐桌 而这时宋英雄也终于谈起了正事 师哥 我今天做的这凉皮怎么样啊 酸辣可口 清凉舒爽 吃完以后非常的小暑 英雄啊 真没想到 你竟然连小吃都会做啊 我这也是最近才学会的 宋英雄话音一转 师哥 我看最近天气很是炎热 咱们宁州钢铁厂的工人同志都热得吃不下饭 就打算做点凉皮卖给他们吃 工人同志吃下了饭 也就有足够的体力去建设祖国 而咱们二十堂所有人 也都能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 当然了 这些材料都有我来准备 不会花食堂一分钱 你看怎样 魏红奇异时间有些犹豫 虽说他也认为这件事有利可图 但经历过改革的他却是十分的保守 师哥 我保证这事能做 就算出了问题责任也由我来承担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支持我 到时候我每个月给你150块钱 你看如何 此话一出 魏红奇和他老婆马素娟立刻便是大吃一惊 150块 要知道他们两人都是国企和国营单位的正事工 但是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也不过90多块钱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张口就是给他们每个月150块钱 这一年下来那可就是1800嘛 也足够购买一台18寸大彩电了 见魏红奇还有些犹豫 马素娟立刻说道 快答应他 要不然就咱俩的工资 能养得起小蕾吗 他们口中的小蕾就是他们的儿子 因为改革开放后的各种潮流被带入国内 魏小蕾也因此花了家里很多钱去购买各种奇装衣服 没少让他们头疼 听到妻子的话语 魏红奇只得叹息一声 师弟 这件事情我可以支持你 不够吗 你想要让二十堂其他人为你服务 那还得把事情放到大会上 让他们去讨论要不要跟你干 对此宋英雄倒也理解 这年头可不是后事 什么事情都由领导来决定 行 只要师哥能支持我就行 只要事情能办成 我保证不会亏待师哥你的 刚开始肯定会有人反对 但只要我能带着这些人赚到钱 赚到比工资还要多的钱 我也不怕这些人不跟着我继续干下去 吃过早饭后 宋英雄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二十堂 他看到有着一辆拖拉机正停放在一旁 拖拉机上还有一个大汉 这位同志你是红星大队的吧 没错 我是红星大队的 同志 你就是宋英雄宋师傅 是的 我就是 说着他就从兜里掏出54块钱递给对方 这是需要支付的尾款 之前我已经给了你们大队支出100块钱的押金了 这件事我们支出已经跟我说过了 这钱正好 那麻烦同志你帮我把东西弄进去吧 好嘞 大汉没有丝毫犹豫 就扛起一袋白面进了食堂里 半个小时后 宋英雄笑着从兜里摸出一盒已经拆封的力群 取出两根地给大汉 还是你们城里人舍的 这一包香烟就两毛八分钱呢 都顶得上两斤细凉了 嗨 平时我也不怎么抽 就是拿来充门面的 这样啊 那宋师傅 既然东西已经送到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那你慢走 送走了大汉 宋英雄重新回到食堂内 喝 好多的食材啊 宋师傅 你买这些东西做什么 该不会是你那宝贝老婆有喜了 打算请我们吃饭吧 你们待会就知道了 大约拌得多小时后 宋英雄做出一碗凉皮 让众人品尝 来 大家都来尝尝味道 随即众人开始吃了起来 这可是什么东西 酸酸辣辣 非常的可口啊 这叫什么 怎么这么好吃 这叫凉皮 此时为红旗拍了拍手 大家都先停下手中的筷子 咱们开个简短的会议 今天找大家来 是想询问大家一件事 相信大家也都吃过英雄做的凉皮了 英雄呢 打算利用一余时间 带着大家做一些凉皮给工人同志吃 工人同志们吃了以后 才有体力和热情建设祖国 而我们到时候 每个人也会有无外的分红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做 听到魏红旗说 还有其他增加收入的方式 他们自然很是心动 一时间众人纷纷开始焦头接耳起来 主任 英雄 不知道我们能有多少钱 这个我需要按照实际情况来计算 不过你们放心 肯定不会低于你们在二十堂的工资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就这样 整个二十堂的人都已经决定跟着宋英雄一起干了 随即宋英雄就在后厨开始支刀起来 忙活了一个下午东西准备齐全后 大家火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我们出发了 说完他就领着自己的两个徒弟骑着自行车离开了 骑行了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宁州钢铁厂外 刚好也是他们的下班点 他们刚刚把简易摊位置起来 就看到有一群工人出来 见状宋英雄赶忙喊道 瞧一瞧看一看了 国营二十堂刚刚制作的杰熟美食 酸辣可口 清凉开胃 免费品尝 啥 免费的 一听这话 前头的工人立刻就冲了过去 想要占点便宜 同志 你们这东西不要钱吗 只是免费品尝 不是不要钱 这是特色小吃凉皮 酸辣爽口 非常适合你们吃 很快前头的工人就尝到了凉皮的味道 太好吃了 真的吃起来很凉快 没想到还有能让我在夏天吃下去的美食 这时有人问道 同志 这凉皮怎么卖啊 我想买点吃 不要凉票 两毛五分钱一分 啥 两毛五 你们这买的也太贵了吧 一碗面条才一毛五 听到对方的话语 宋英雄的大徒弟铁柱直接怒怼 一毛五的那是什么面 就是一碗撒点葱花青汤面 还要收你三两凉票 那能跟凉皮比吗 二徒弟大壮翻了个白眼 显贵你可以不吃 没人求着你 别挡得其他人了 这就是国营员工的特色 一个个牛气的不行 也就是这里不是二十堂 他们收敛了一些 要是在二十堂里 他们怕是早就骂起来了 宋英雄瞪了两个徒弟一眼 我们这凉皮可不要票 你要把票算上的话 也值个五分钱呢 况且在场的同志们 也不差这点钱吧 你们买一次啤酒 还得花个四毛五分钱呢 那可比我们的凉皮贵多了 听到宋英雄的话语 后边立刻有人喊道 前边的到底买不买 不买就闪开 别挡这道 同志 给我来两份 柱子给这位同志办两份 好嘞师傅 宋英雄点了点头 一共是五毛钱 同志 我要一份凉皮 再来一个肉夹馍 给我也来两份凉皮 另一边 郭家老三来到了宋家 姐夫 姐夫 你在吗 听到声音 王彩琴从屋里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是郭老三后 立刻就是没好气地说道 是你啊 你来干什么 我来给我姐夫送电影票和信 王彩琴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们那样伤害我儿子 这电影票和信就不必了 说完就要转身回屋里 见此情形 郭老三直接跑到前面抱住王彩琴的胳膊 大娘 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见见姐夫吧 你求我也没用 我儿子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 王彩琴见对方一脸怀疑 你要是不信的话 尽管去屋里找他 一听这话 郭老三只能松开 然后在门口等了起来 老三拿着两张电影票 求姐夫和白眼狼姐姐复合 结果为了自己的前途让姐姐去和教官看电影 大娘 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见见姐夫吧 你求我也没有用 我儿子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王彩琴见对方一脸怀疑 你要是不信的话 尽管去屋里找他 一听这话 老三只能松开对方 然后在门口等待起来 他之所以这么有耐心 主要是郭玲玲告诉他 只要把电影票和信送到宋英雄的手里 那么就会给他一块钱的零花钱 这时候一根冰棍才四分钱 奶油雪糕八分钱 一块钱已经是很多的零花钱了 只可惜他在门外等了一个半小时 都不见宋英雄回来 最终他也只能无奈离开了 回家的途中 他一脚踢翻了一个别人摆在门口的筐子 该死的大老宋 竟然赶不回家 害得我拿不到一块钱 你要是赶回来 看我以后怎么整你 回到家后 郭玲玲和杨翠花急忙把老三叫来 怎么样 电影票送出去了吗 没有 大老宋不在家 我等了他一个半小时都不见他回来 不在家 两人文言顿时皱起了眉头 他们实在是想不出 宋英雄这大晚上的会跑到哪里去 夜晚宋英雄回到了家 就进屋摊坐在椅子上 我说老二 你这是上哪去了 跑红星大对了一趟 是这样啊 英雄啊 今天下午郭家老三来给你 送电影票何信来着 送电影票何信 您没收吧 没有 没收就对了 前世的时候 因为看郭玲玲洗头被骂流氓 他气不过就跑矿上跟王清松住了几天 而他不在的这几天里 郭家老三却是为了上报纸 就把这个电影票送给了他们的教官 还说要把郭玲玲介绍给教官 并让郭玲玲跟他教官去看电影 最最离谱的是 郭玲玲这个有父之父 为了弟弟的前途着想 竟然真的跟着对方去看电影了 不过这次也是我的机会 我就不信你当场被我抓奸 还能填着脸不离婚 只要能够抓住郭玲玲和别的男人一起看电影 那么对方就是不想离也必须得离了 第二天一起来送英雄直奔二十堂而去 当他来到二十堂的时候 正好看到二十堂的人 正从红星大队的拖拉机上往下泄火 现在二十堂的人都尝到了甜头 都不用他喊就直接把食材搬到了食堂后厨 很快他们带来的1200张良皮 就全部销售了出去 他虽然不知道到底卖了多少钱 但按照他的猜测 应该不少于500块 这可仅仅只是一天 就赚到了他过去一年的工资 回到二十堂 宋英雄再次召集了众人 由于今天销量大涨 所以今天每人给你们发三块钱 下面我念叨谁的名字 谁就上来领钱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今天的钱就发完了 他最后还剩下二百八十块钱的纯利润 一天二百八 一个月算下来也就八千四百块钱 这赚钱的速度有点慢啊 要知道在七五年的时候 玻璃大王曹老板就有了五万多的存款 但想要开一家工厂 八千四百块也仍然不够 不过眼下倒也不着急 在这个遍地都是机遇的时代 也不愁赚不到钱 柱子大壮 你们过来一下 铁柱与大壮立刻跑过来 怎么了师傅 我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需要你们去执行 师傅你就放心地交给我们吧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师傅 不知道你让我们干什么 宋英雄看了看四周 你们从今天开始 每天晚上到电影院门口给我盯着点 只要发现郭玲玲和其他男的一起去看电影 就立马来告诉我 这件事情务必要保密 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好的师傅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 从宋英雄的话语来看 他们的师娘这是出轨了 一想到这里 他们就开始愤怒起来 放学后的郭老三 终于等到下班回来的郭玲玲 老三你不回家在这干嘛呢 姐 我找你有点事 你单独找我 该不会是缺钱花了吧 不是姐 我不要钱 最近我们学校组织了队列比赛 我被选进了一帐队 但是位置却比较靠后 只要姐你帮我 我就能被安排到第一排 第一排可是会上报纸呢 上报纸 你要姐帮你 只要姐能办到绝对会帮你 姐 这可是你说的 我要你跟我们教官看一场电影 我们教官说了 只要你跟他看一场电影 就把我安排到第一排 什么 你说让我跟你们教官看电影 我可是有父之父 怎么能跟别人看电影 这个事情我不答应 当然了 他并不是因为爱送英雄 所以才拒绝 而是担心其他人知道以后 会有什么风言风语 姐 你说话不算话 刚刚还答应了我 我不管 反正你必须得去 老三 别的事我都行 但是这件事是真的不行 见自己强硬也无法说动郭玲玲 郭老三又是一副想要哭的样子 抱着郭玲玲哀求起来 姐 你也不想我上不了报纸吧 错过了这次 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再上报纸了 当郭玲玲看到自己弟弟这副模样后 郭玲玲轻叹了一声 哎 行吧 姐就答应你这一回 没有下次了 不要跟我离婚好吗 只要你不跟我离婚 今晚我就跟你圆房 郭玲玲 现在的你真让我感到恶心 姐 吃完晚饭你可一定要去呀 夜晚时分 铁柱与大壮两人正站在电影院外盯着门口 没过多久 郭玲玲正跟着一个蓝色迷彩装男子结伴而来 柱子 要不要上去揍他呀的 大壮 你忘记师父说的了 可千万别轻举妄动 你赶快去通知师父 我继续在这里盯着 吼 我去通知师父 没多久他就赶到了宋家 看到来人英雄直接对母亲和大哥说 我有事出去一趟 说完他便走出了门 刚才我和柱子看到他和一个玉军装男子进了电影院 然后就赶紧过来通知你了 来到电影院门口 宋英雄立刻就看到了那里等着的铁柱 怎么样 柱子 人进去了没有 进去了 既然这样 你们两个就先回去吧 师父 你一个人能打得过对方 不是 都这种时候了 师父你还想着单挑啊 什么跟什么呀 我又不是来打架的 作为重生者 他可是知道 郭玲玲和那个教官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 说白了对方也是被郭志华给忽悠的 压根不知道郭玲玲已经结婚了 要是知道事情真相的话 那他可不敢过来 宋英雄瞪了两人一眼 你们两个听不听我的话了 听到宋英雄的话语 两人没办法指的离开 宋英雄这才进入了电影院 他进去的时候 显然电影还没有开始放映 不过这样正好方便他寻找 很快他的目光就锁定了一个熟悉的女子 他走上前去一看果然是郭玲玲 然而郭玲玲正在跟身旁穿着绿军装的男子低声交谈着 郭玲玲 你给我出来 听到这个声音 郭玲玲立刻就是浑身一颤 面色也是瞬间变得面无血色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刚刚跟别的男人看电影就被宋英雄给逮住 本来对方就打算跟自己离婚 现在又抓住自己出轨 看样子这婚事离定了 英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还解释个屁呀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这个时候 郭老三的教官站起身来 你谁啊 我是他领过证的合法丈夫 丈夫 这话一出 那教官顿时睁大了眼睛 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郭玲玲 我说郭同志 你是想把我害死吗 你都结过婚了 还来跟我约会 听到三人的对话 周围人群皆是一片哗然 这个时候他们所有人看向郭玲玲的目光都变了 一些人更是在暗中小声地讨论 现在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当即他便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了电影院 见状宋英雄也紧跟了上去 来到电影院外面 郭玲玲玲一把抱住宋英雄 英雄我错了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要跟我离婚好吗 英雄 只要你不跟我离婚 今晚我就跟你圆房 宋英雄一把推开郭玲玲 郭玲玲 现在的你真让我感到恶心 之前我碰你一下你都不让 现在知道我的重要性了 倒是什么都愿意了呀 我已经认清了你的为人 这婚必须得离 郭玲玲一脸委屈地盯视宋英雄 英雄 你是想要逼死我吗 还想以死相逼 你敢死吗 你死了你家人能活下去吗 听到这句话 郭玲玲顿时一个屁都不敢放 接着宋英雄带着郭玲玲来到了郭家 郭志华看到宋英雄则是面色阴沉起来 看样子宋英雄的出现已经坏了她的好事 至于郭玲玉则是一脸的面无表情 显然对于宋英雄也没什么好感 只有杨翠花满脸笑容道 英雄回来了 快来这边坐 杨大妈 我这次回来是打算要离婚的 听到宋英雄的话语 杨翠花整个人如遭雷击 瞬间就愣住了 一旦两人离婚 那么单凭郭玲玲这个临时工 根本无法供养整个郭家 英雄你跟玲玲走到一起那么不容易 你就要这么离他而去 之前的事情我也就不说了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了什么 英雄你看到了什么 今天晚上 我徒弟突然跑到我家里 说是看到你女儿和别的男子去看电影 等到我赶过去之后 竟然发现这是真的 他真的和别的男人一起去电影院了 这就是您的女儿啊 跟我结婚一年多 连让我碰都不让碰 我看他洗头竟然骂我是流氓 结果呢 却是跟着别的男人一起去看电影 您说说 这婚到底要不要离 听了宋英雄的话 杨翠花气得直接颤抖起来 玲玲 这是真的吗 郭玲玲当场跪倒在地 妈 是真的 但是我没有做过 有辱门风和对不起英雄的事情 杨翠花彻底心灰意冷啊 英雄啊 是我老国家对不住你 明天我就让玲玲跟你离婚 妈 我姐不就是跟别人看个电影吗 又没有做对不起他大老送的事情 有必要这样吗 英雄啊 是我老国家对不住你 明天我就让玲玲跟你离婚 既然如此那杨大妈我就先回去了 宋英雄说完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带他走后 杨翠花恨铁不成钢 玲玲你为什么要去跟别的男人看电影 此刻郭玲玲并不想把事情说出来 因为一旦事情被说出来 那么郭志华必然会受到牵连 好好好 现在我眼瞎了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 杨翠花气得直接给自己来了一耳光 是志华找伤了我 他说只要我陪他教官去看一场电影就能被安排到一帐队的第一排 到时候就能登上报纸 我想着志华登上报纸以后肯定对他未来更有帮助 再加上我以前也没为弟弟妹妹们做过什么 就答应了志华 谁成想就会被英雄的徒弟给看到 杨翠花文言顿时大怒 志华 给我跪下 玲玲你真是太糊涂了 志华不懂是你也不懂 没看你们这都要离婚了 你不想着怎么修复你们的关系 竟然还该跑去跟别的男人看电影 这个时候郭玲玉撇了撇嘴 妈 我姐不就是跟别人看个电影吗 又没有做对不起他大老送的事情 有必要这样吗 人家广场上每天都有小年轻搂抱在一起跳舞呢 玲玉 上次的事情还没说你呢 你也给我跪下 这次要不是你故意说英雄是流氓 让人把英雄打了一顿 哪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家能成现在这样 还不是他送英雄害的 当初要不是他送英雄 我姐能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跑到厂子里去当一个破林石工 你姐去工厂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 要不是你姐进厂赚钱 谁来养活我们一大家子 我姐那就是自甘堕落 要是我姐坚持上大学 王光普家里也不会阻止他们交往 人家父母可是干部 心思间都齐全了 指头凤米漏点出来都够养活我们一家了 听到郭玲玉的狡辩 杨翠花再次给了自己一耳光 他发现他自己错了 彻彻底底的错了 在他眼中乖巧听话的孩子 原来真实的嘴脸竟然是这样的 一个个让他感到陌生与心寒 第二天 一大早郭玲玲就来到了厂领导办公室 郭玲玲走进办公室 确实又不好开口 你有什么事情吗 领导 我想开个离婚的介绍信 你要离婚 你为什么要离婚 感情破裂 你们这些小年轻人啊 整天就谈情说爱的 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 这个我不批准 领导我必须得离婚 您就给我开个介绍信吧 胖大妈看了郭玲玲眼 为什么必须得离婚 有什么理由 是你丈夫念叹你了 还是怎么欺负你了 要是这些问题的话 你把他叫过来 我给他做做思想工作 以后要是再敢欺负你 我们常也会为你做主 可如果是你另有心欢的话 那这个我是不会批准的 我和我丈夫结婚一年多都没有孩子 所以 难怪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给你开介绍信 开好介绍信 郭玲玲又请了个假 这才回了郭家 刚到胡同口 他就看到了正在等他的宋英雄 走吧 郭玲玲悠悠叹息一声 跟在了后面 没过多久 两人就来到了民政局 宋英雄取出户口部和结婚证 还有介绍信与郭玲玲玲一同走了进去 民政局里此刻已经有着不少人在等待 不过这些人都是来结婚的 郭玲玲此刻只觉得尴尬极了 进了屋 宋英雄将准备好的证件材料放到桌子上 同志 麻烦帮我们办理一下离婚 工作人员拿起证件材料 因为什么离婚了 感情破裂 工作人员看了两人一眼 就只有这个理由 没有别的正当理由了吗 郭玲玲顿时沉默不语 而宋英雄却丝毫没有给郭玲玲留情面 我们结婚一年多都还没有圆房 结婚都一年多了还没圆房 工作人员用同情的目光看了宋英雄一眼 然后取出两张表格 填一下离婚协议吧 过了一会工作人员将两个绿色的离婚证返还给了两人 再拿到离婚证的刹那 宋英雄竟是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就好像自己重获新生一样 他终于不用像前世一样被一家白眼狼趴在身上吸血了 而一旁的郭玲玲此刻却是无比的失落 过去的他一直是自己为天之娇女 如今却是被自己看不起的人抛弃了 一时间他对自己的未来竟是迷茫起来 好